这次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 我们再去湖边赏花走 这次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爹 爹 这么晚还没睡啊 回来啦 回来吧 杨伯伯好 郭姑娘 我先回去了 好 田总 来 陪爹喝两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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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迫行 輸他 回合 ありがとう 清一点 詹禅 師傅 追求日宅 雜鞋 烟花江南 大沫隔壁 你想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 你要是倦了 我们就找一个神经水秀的地方用去 每日喝喝茶 练练见你 来 爹 来 今天真是难得 来 爹 孩儿也是好久没有陪爹您喝酒了 你小子 心不在焉哪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和爹说 孩儿的确什么事都瞒不过爹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要说我郭姑娘的事 这真的是知子慕若父 你们成天的初双入对 我当然知道了 爹 孩儿喜欢郭姑娘 相与她相伴一生 希望爹爹成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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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孩子 好 很好 爹爹 那您是答应了 郭姑娘好得很 我看这天下 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我儿子了 只要你们心心相应 爹当然是答应了 谢谢爹爹成全 来 快坐 不过孩子 爹要嘱咐你一句 既然和郭姑娘定情 以后就要一心一意地对人家 我杨树的儿子 可不能做使乱中气的人哪 爹爹放心 孩儿一定会像先祖 山雕大侠那样 好好地对待稳媒 一定不会做使乱中气的事情 那就好 没想到 这一晃 你也到了成亲的年龄了 爹真是老了 爹 您看您说的 您真的一点都不老 跟我二十年前见你 跟您二十年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你瞧 你就为哄爹开心 你娘去世得早 爹是个男人 难免促之大业 让你受苦了 不过这马马虎虎的 也算是把你拉扯大了 你小的时候可没少调皮 让爹没少头疼了 爹 这二十年来 您把我拉扯大 的确不容易 不过您放心 以后我和郭姑娘 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让您尽享天伦之乐 那倒不必 我一个老头子 独来独往惯了 我不用你们管 只要你们两个过得好 爹就开心了 爹 我敬你 来 天作啊 你这么做别很欣慰 你知道 这世上 有多少人 看不开想不透 一辈子都在追逐名利 是 其实 名利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不如和相爱之人 共度几时春秋 这才不枉此生啊 正所谓 只献鸳鸯 不献献 是 爹 我跟郭姑娘 若能长相厮守 孩儿 就别无所求 那就好 你想 孩子 这世上那么多人 偏偏你们两个 相遇相识 这就是缘分 你真要喜欢她 就会改紧紧地追随她 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嫌的 都要不敌不弃 缘分转瞬即逝 只要抓住 千万不能放手 否则 再回首 不知道 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好像您今天 特别有感触 是不是想我娘了 在孩儿心中 您和娘一直都是相敬如宾 你承相待 没想到 爹对娘的思念 如此之深 你娘是个好女人 你娘是个好女人 对爹爹也是情真义切 爹爹很敬重她 只是觉得愧对你娘 怎么会呢 爹 您不是对我娘 好人家 在我家里面 我都会帮忙 你娘是个好男人 我娘是个好男人 我娘是个好男人 你娘是个好男人 做罪神仙眷侣 爹 您放心 我和郭姑娘一定不离不弃 白头偕老 陪您喝一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您怎么了 这笛声 这笛声 是问梅姑娘吹的 这笛声是问梅姑娘吹的 我不定是和梅派的人 是 爹 你这个逆子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爹 我没有忘了 可是我没怎么可视 规矩就是规矩 好 我不许和她再来往 爹 可刚刚您还说 姑姑娘她人很好 让我跟她一生相随的 我不管你和她好不好 谁让她是峨眉派的人 你就不许和她来往 爹 可是 不要再说了 爹说不许 就是不许 爹 杨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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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杨少侠 刚刚收到探报 丹目岛和陈禹岛的沃寇海盗 正在向温州一带接近 我看我们要提前行动了 爹 郭姑娘的事情 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告辞吧 杨老英雄 七将军还有件事 想劳驾您一下 我知道了 你喜欢 杨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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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他和朱铁桥 在去福建的路上 大哥 这么好玩的事 你怎么不叫我去呀 他们走了 那个招呼也不打 这是我的意思 这件事情 怕你们难以接受 所以一直瞒着你们 什么事 我跟七将就怀疑 朱铁桥就是那个奸细 不是 大哥 你说谁是奸细 这怎么可能 你们的意思是 朱公子他是奸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军事机密数次泄露 我是没有倭寇的奸细 这事确凿无疑 齐大人 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定 火药桶子就是奸细啊 是 他这人心眼小点 脾气爆点 可是他爹 那也是民族英雄啊 我也不相信 他会投敌叛国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些人是奸细的 这个人的奸细 就是奸细 这个人是奸细的 军事机密 我把怀疑重点 就锁定了朱公子 跟狼昊然身上 七将军 那我们去大门岛 救杨兄弟和郭姑娘的时候 您当初是反对的 可后来又追到我们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朱公子是奸细了 其实那个时候 七将军的朱铁桥 还抱有一次希望 我们都不希望 那个奸细就是他 所以七将军 就使了一记 阳公尘语 识取大门 就是为了 追查那个奸细 怎么讲 我亲口告诉朱公子 我将率领三千人 偷袭大门岛 七大人 你竟然都怀疑这火药桶子 他是奸细 还把计划告诉他 这是七将军的集中心 如果倭寇真的种计了 那就说明 朱铁桥是青龙的 但是九如法王 去而复返 似乎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动向 郭姑娘说得没错 这个计划 我只是告诉了朱公子一个人 九如法王的一切动向 足以说明一切 这是七将军的第一步计划 七将军跟三千精兵登上大门岛 之后胡大人会派主力部队 把大门岛团团团围住 以保证七将军和三千将士的安全 这是第二个计划 朱公子却全然不知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朱公子不是奸细 倭寇就不可能知道我们打大门岛 如若是这样 我就可以率兵偷袭倭寇的战船 同时把消息传给胡大人 让他提前等到 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推理 若想证明朱公子是奸细的话 总该拿出证据来吧 杨少侠跟踪朱公子 亲眼看到他跟窝口截透 这个窝口头子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多贱啊 非得好好教教你这么可 阿弥陀佛 那这次将军派朱公子 护送贾的七季光和余大球 其实目的就是想支开他 不错 七将军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故意让朱铁桥去送贾经报 让他跟我们分开 以免我们的情报泄露 既然是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还让若贤 跟他一起去 以朱铁桥的聪明才智 他很快会发现 这只不过说法的计策 但是 他绝不会让识破他的人活着 那这样 闲心其实很危险 这你放心吧 朱公子他喜欢张姑娘 所以他不会对张姑娘下毒手的 放心吧 我爹也会一路跟踪他 随时保护若贤姑娘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有觉悟的一天 我也希望他知道自己真的是错了 你怎么会被他们分发映了 说他们就想弄到你们肯定的 作为如果想弄到你 他们は这些人 要去帮忙 也去帮忙 给't CELE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该怎么办 法王肯定不会摆高手来 他和飞渊 甚至他的徒弟 也肯定不会亲自来 朕一定会被识谱 如果真是这样 我也只能离开了 可是若贤怎么办 铁桥哥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这一路你都心不在焉的 有吗 刚刚我们走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这荒山野岭的谁知道叫什么 听名就在那边的石壁上刻着 叫野狐狸 我怎么没看到 你当然看不到 心不在焉的 前面的路越来越险了 你得要打起精神了 行 我知道了 野狐狐狐 你也会没见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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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就凭你们还想杀七等女余将军 朱将军是你们的 师兄你干什么 原来你就是那个奸细 若贤 我们走吧 去哪儿 去找九如法王他们 反朝廷杀昏君 为我们的父亲报仇 原来你真的是奸细 我不能和杀父仇人为伍 我要利用倭寇和海盗他们 为我爹报仇 所以你就投奔了倭寇 这不是投奔 是利用他们杀敌 谁是你的敌人 是我 是杨大哥 还是七等之余大人他们 不错 他们都是我的敌人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他们为了我们的父亲 两度出生入死 甚至还救了我们的命 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敌人呢 我不管 谁当我杀军之路 就是我朱铁桥的死敌 师兄 你别再糊涂了 我们的个人恩怨 怎么能跟国家大事 相提并论呢 只要杀了昏君 国家就能平安 百姓也能安宁 那窝口和海盗呢 他们就可以 鱼肉百姓 涂炭生灵吗 那只是暂时的 只要杀了昏君 法王就会倒戈 叫窝口赶出去 这是他们跟你说的 这些话你也能信 我信 谁能帮我报仇 我还不了冬仇 师兄 你要报仇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不能敌我不分 重重为女 我答应你 等我们杀完窝口 我就跟你一起回京 杀了严颂 还有那个昏君 可是现在 若贤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单凭我们两个的力量 是报不了仇的 我们只有联络海盗和窝口的力量 才能打败明君 只有打败明君 才能推翻朝廷 才能杀得了昏君 你 你现在做的 是卖国的事情 你是糟狗 朱伯伯不会让像糟狗一样的儿子 被他报仇的 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求你跟我回去 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 不 我就是死都不回去 我一想到杨天宗我就觉得恶心 要不是你被他鬼迷心俏的话 也许我会听你的话 这是我们个人的事 怎么能跟国家大使相起并论呢 够了 这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复仇之路 我只能这么做 若贤 跟我走吧 我会对你一辈子好的 只要咱们杀了昏君 我们就归隐山林 白头到老 我会给你一辈子幸福 我现在跟倭寇联手 但只是暂时的 你相信我 闭嘴 从小到大 我都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 我万万没想到 你会自私到如此的地步 我哪儿都不会跟你去 我不会跟你诸咒为虐 祸国殃民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若贤 你不要再固执了 我告诉你 什么奇迹国 什么杨天宗 党窝者都得死 朱天桥 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 你要是含有血腥的话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你要执意不回去 那我们就恩断义绝 有能耐我们战缠上剑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敌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嗨 一再慢慢来 来 给你 HUD 祈祷 若贤 我必须带你走 义父 你觉得我们这次攻打温州城有多少胜算 你怎么会认为义父会攻打温州城呢 义父这话什么意思 咱们接到密报不是说温州城不防空虚 咱们此次就是要承虚而入面 走 咱们来温州只是虚晃一枪 孩儿不明白您的意思 袁正啊 你还记得七纪光是怎么攻打大门岛的吗 大门岛 我记得我们收到朱蝶桥的密报 说是胡宗县率领主力 明攻陈于岛 然后七纪光率三千人 偷袭大门岛救出扬天宗 走 所以 实际情况是 七纪光带领了三千人想打大门岛 而当我们到了岛上之后 想给七纪光瓮中捉鳖之时 胡宗县却率领了主力大军 攻上了刀包围了我们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 咱们收到的消息是假的 好 如此可教 这么说 姓朱的那小子 又投到七纪光那边去了 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想八成是暴露了 总之他送来的消息 也信不过了 密报上说 温州城现在不放空虚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前面 就会有明军在等我们 那义父既然知道这是一计 我们干吗还要铤而走险 将计就计 如果我们不来的话 七纪光就会有所察觉 一旦他发现 非元勋率领的主力大军 已经奔赴杭州 那样的话 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说什么 非元勋率领咱们的主力 去杭州了 不错 如果他们想消灭我们三千人 我想应该有一万的兵力 才可以 当他们发现我们要齐袭温州 我们就要有两万人才行 这样的话 总共他们要有五万人 来合力击溃我们 而江浙地区 明军总共才十万人 江苏五万人 浙江也只有六万兵力 沿海他们还不防了两万多人 所以说杭州现在是一个空城 这么说咱们这次来温州 只是诱敌之计 所谓兵不厌诈 此刻不像我们中原武林 你杀我杀的 这是计中之计 计中计 所以我们才有取胜的把握 可是我们只有三千人 绝对不是明军主力的对手 我们不会和明军相逢 一旦遇到明军 我们金蝉脱枪即可 你我可以金蝉脱枪 可是我们这三千人马 这三千人马自然走不了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拖延时间呢 义父是要牺牲这三千人 你不认为你 舍不得孩子 躺不住狼 义父好计谋 要是咱们的杀手 再在沿途杀了七级光和余大鸿 那咱们就更是胜权在握了 你真的认为七级光和余大鸿 跪在去福建的路上 你真的认为七级光和余大鸿 朱铁桥的密报显示 七级光已经改变了去福建的计划 现在在路上的应该是朱铁桥 张若贤和假七级光还有余大鸿 可是朱铁桥已经报了 那他的情报必然也就不准 这也未必 七级光想指开朱铁桥真正的目的 就是不想让他知道七级光的路线 防止他来向我们通风报信 朱铁桥对我们来说 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他可以算是一枚弃子了 但在抛弃他之前 我想再令他一把 七级光想用朱铁桥设计我 我再反过来将他一军 义父王 这么好的计划 你为什么全瞒着我 因为保密嘛 这个集中计只有我和肥元勋知道 可是我毕竟是海英帮的大头领 你当然是海英帮的大头领 但是在我面前 你是我的亲人 是我的儿子 准女婿 对 如果我们在这点事上斤斤计较 那我们还能算是一家人吗 海儿知错了 好啊 元政就好准备 兵军 七级光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来 好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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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 二位将军 你们怎么来了 将军 月清一带未发现窝寇 台州一线也没有发现敌人 于将军认为窝寇的处理一定在这里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温州 所以命名二人率队来源 于将军估计 几分温州的窝寇不少于五万人 五万人 对 那在兵力上 应该跟我们旗鼓相当啊 可是他们也不会料到 活在这里 此义 他们是想仗着人多 以为我守着月清和台州 所以才敢冒险深入 七级光要真想伏击咱们 应该就是这种 这是伏击的好地方 你们听令啊 全体将士做好准备提高警惕 一旦遇到明军阻弯 要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是 只要一开战 咱们几个马上就走 是 领枪 在 命令大军全速前进 是 法王有令 全速前进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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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将军 杨少侠 齐将军 根据我们的观察 那只倭寇的队伍 最多不过三千人 而且除了汪袁正 还有九儒 以及他的三个弟子以外 其余的人并没有出现 所以 这个应该不是倭寇的主力部队 这会不会是他们的一个拳头 这样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标 并不是温州 可 台州和越京 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啊 我说 那倭寇 会不会躲在陈羽岛 他不出来 我想 他们用的 一定是调虎离山之情 浙江所有的军队 都已经调到这里了 他们要再进犯其他地方 就麻烦了 现在他们的目标 我们都无法确定 将军 我有一计 可以试一试 好 杨朝霞快讲 九儒法王 如果我们跟他一交手 他肯定会赶过去 跟大部队会合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盯紧九儒法王 杨朝霞想得周到 就这么办吧 那我们分头行动 好 走 把他凶疏 被你 hypermetic 担心 到后最终的 塞 他比赤 你 陈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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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走 将军 宋将军 你去追杨少侠 有他们情况 立刻回来报告 等将军回去 这里就交给你了 是 其他将士 跟我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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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